美国东海岸4月5日上午突发地震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数据 这场里是4.8级的地震 是大纽约地区自1884年以来遇到的最强地震 镇央在新泽西州White House Station 长岛、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和宾夕法尼亚州也有震感 纽约市民在地震发生后 约40分钟手机上才出现提醒地震的警报 纽约州长获处地震发生后9分钟 在社交媒体X发文表示 州府团队正评估其影响以及可能发生的灾害 也会全天向民众更新进度 新泽西州当地警方在警报中表示 整个社区都能感觉到震动 暂且未收到任何损坏或受伤的报告 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埃里克·刚萨雷斯4月4日宣布 破获了一起涉及400多万美元的杀猪盘骗局 查封了近20个与此案有关的域名 因收到布鲁克林居民的大量报案 检察官办公室成立了虚拟货币部门 专调查有关犯罪 在2023年3月通过一名51岁的女子提供的信息 执法人员开始调查一个名为 CINFORMNT.COM的投资网站 后来采取了行动 截停该网站和其所管理的服务器及关联网站 调查中发现 诈骗集团主谋源自东南亚 而骗子的银行账户可能设在中国 因涉及跨国犯罪导致调查力度受限 其中受害者以华裔、俄罗斯裔受害者为主 因新冠疫情带来的财务困难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加剧 99美分店的经营者4月4日宣布 将关闭位于加州 德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经营的371家门店 并从5日开始清仓甩卖 这家受欢迎的折扣店成立于1982年 以99美分的优惠价格销售各种商品而闻名 包括家庭用品、新鲜食品、零食、办公用品、健康和美容产品 派对用品等 该公司拥有约1.4万名员工 并表示已与Helco Global达成协议 将清算其所有商品 并处理店内的某些摆设、固定装置和设备 近日 加州首府沙家缅度的一名小偷 采取了一种新式盗窃手段 将自己伪装成垃圾袋 从一户住宅门外偷走了一个包裹 这一行为被受害者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 监控视频捕捉到 这名将自己套在塑料袋内的窃贼接近房主的前门 并偷走了放置在门口的一个包裹 视频中 嫌疑人蹲着 身体低下 慢慢地移动 在成功拿到包裹后 他迅速转身逃离现场 房主向媒体透露 他在工作时收到了包裹送达的通知 然而 当他回家后 发现包裹已经不翼而飞 他起初认为可能是风把包裹吹走了 但在查看了门口的摄像头录像后 发现包裹被一个狡猾的门狼盗贼拿走了